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获得中国好声音2020最强战队的称号之后 个人战顺势来袭 这几年好声音的赛制的确是一年一变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残酷永远是中国好声音的特色 如果说团队战是给学员成长的机会 那么个人战肯定是挑选尖子生的手段 盲选阶段每个导师都有5名成员 4位导师共计20名成员 经过团队战的PK有2名学员淘汰了 所以顺利进入个人战的有18位学员 个人战有多残酷呢 4个导师战队的学员要进行混战 1对1的PK赛制 输的一方直接淘汰 现在看看学员们是如何看待个人战的赛制的 山一纯直呼 这可能是自己的最后一首歌了 大魔王的真面目 每年最值得期待的就是冠军选手了 而这位即将荣登宝座的大魔王究竟是谁呢 虽然比赛还未结束 但是也许大家心里面都有数了 尤其是导师 如果得到导师们一致的认可 那么这位学员绝对是货真价实的大魔王 如何判断大魔王呢 导师的语言不可信 毕竟为了生活 导师有的时候呢 也会说一些混淆试听的话 比如说李荣浩就在《中国好声音2020》的舞台上面 说过两句相矛盾的话 即如果差不多的就比较好选了 和越像的东西就越不好选 所以说导师的嘴骗人的鬼 当然了李荣浩老师的求生本能还是满分的 为了生活还是不得不伪装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如果不能够从导师的语言里面判断出大魔王 那我们就可以从他们的一举一动察觉出来 在个人战里面有一个封印的特权 导师可以让对方的队伍里面的强者不出战 通常意义是保护自己战队的种子选手不被PK掉 而山一纯就遭受了两次封印 导师的眼光是犀利的 能够多次封印是同一个人 就代表了其他战队特别畏惧这位选手 所以通过《个人战》 《大魔王》的真面鲁终于浮现 《中国好声音》的真面目 除了有晋级的喜悦 淘汰的悲伤也非常值得歌颂 在《个人战》的地球场里面 一直唱原创歌曲的赵子化被淘汰了 偏偏最后被淘汰的时候 唱了这首《爸 你在哪里》还非常感人 每一句歌词都戳中了我们的泪点 不仅是这首歌 从它的一滴泪的时间 《怪我更爱我自己》 《理由》和《因为你来过》 都令人记忆犹新 大家都很愿意单曲循环听 为什么赵子化被淘汰呢 赵子化被淘汰 我觉得这才是《中国好声音》的真面目 首先赵子化创作的歌曲非常好 这是不用置疑的 但最关键的一点是 它的变化却很少 观众喜欢看一个歌手多方面的才能 而赵子化的原创呢 都是描写了现实的题材 声音的表现也非常单一 第二呢 这是好声音而不是好歌曲 如果赵子化去上《中国好歌曲》的节目的话 绝对能够走到最后 但这毕竟是好声音的舞台 节目的宗旨是选出令人惊艳的声音 声音的魅力是多方面的 高音 低音 浑厚和清亮等等 如果一个人能够表现出多种感觉 或者说有一副独居一格的嗓音的话 我觉得它就是《中国好声音》当之无愧的冠军 就拿去年的冠军为例吧 新函名的嗓音是独特的 虽然它在去年一季的比赛里面没有任何的原创 但是事实就是它拿到冠军了 第三好声音的年龄偏好 最后一选学的目的呢 就是选出明日之星 而在娱乐圈里吧 年轻人是比中年人更加容易受到追捧的 冠军的流量是无限的 如果一战成名之后 日后的广告和大言带来的经济价值将会非常大 也许赵子化真的是败给了年龄 可惜了 李荣浩战队从导师对决开始就让人摸不着头脑 成心嗓音的优势 陈墨涵少年感的声音都不复存在 取完代致的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导致的结果是导师对决只有把马森林乐队赢了一场 本以为李荣浩会改变指导的方向 结果呢 却发现到了导师决战的时候 面对的才会得个人淘汰赛 李荣浩还是坚持了之前的方式 让学员尝试不同的风格 导致的结果是成心淘汰了 而陈墨涵很幸运的被匹诺曹人生乐团选中 成功晋级 如果说谢霆锋换一个学员挑战李荣浩的话 选中了陈墨涵 以他当时的表现喷选 第一场导师对决之后呢 李荣浩还胜下了马心仪和斑马森林乐队 因为早已经知道比赛结果 斑马森林乐队会在下一期获胜 所以更多关心的是斑马森林乐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获胜 会不会也改变风格呢 结果发现斑马森林乐队同样改变了风格 在导师决战当中会唱一首慢歌 斑马森林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和他们之前的风格完全不同 是一种闷在里边的感觉 可是改变风格的斑马森林乐队还是赢了 还是面对了李建战队的马迪纳都曼 为什么呢 在节目没有播出前说这些为时尚早 那通过第一场导师决战可以看出来 虽然陈金陈墨涵 斑马森林乐队都改变了风格 但是李荣浩对斑马森林更有心 这点通过这片当中 李荣浩找明星朋友 为学员打气就能看出来了 一共找了三位明星 有录音有视频 而这三位明星只有维里安 是为传播喊打气的 其他两位欧阳娜娜 陶哲都是为斑马森林乐队里边的成员打气 李荣浩真的对学员很用心了 对马森林更用心 这一次斑马森林能够获胜的原因之一 对斑马森林更用心 意味着教导方面也会更加用心 要知道一个学员从自己擅长的风格 换成不熟悉的风格 需要大量的时间来练习 以及导致更加细心的教导 告诉他们换了风格之后怎么去唱 怎么能够演绎的更好 而这需要大量时间 可是时间有限 哪组学员获得的教导更多 他们可能就更能够适应新的风格 李荣浩对斑马森林的用心显而易见 可是也出现了一个问题 斑马森林乐队盲选阶段 只是一转 陈欣可是四转 为什么是斑马森林 而不是陈欣呢 原因很简单 斑马森林非常愿意配合李荣浩 第一场导师对决的时候 就能看出这点了 李荣浩特意强调 陈欣是一个很倔的小孩 他为他选完歌曲之后 就没管过他 再来看看 斑马森林吧 一直都很配合李荣浩 第一场导师对决当中 他们唱了两种不同风格的歌曲 一首很少年 另外一首很热血 看到的都是他们尽心尽力地去完成 看到的都是他们的那种冲劲 导师要做什么 就拼命全力去做到 要换成你是导师 你是选择一个不太听话的学员 还是一个积极配合的学员呢 正常情况都会选择后者吧 在优心程度上面呢 也会偏向于后者 现在还只是18-9 之后还要比拼出五强学员 一流号对斑马森林的优心程度的话 斑马森林很有可能会成为五强学员 吃瓜不停和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冰愿娱乐球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